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东燕也是前面赢了范婷玉 然后再赢了一个河野林 对 也是两连胜 对啊 是止住了我们小范的三连胜 对 陈阳燕这个提前的登场 我觉得好像按阵容来讲应该是 如果按我们的阵容应该是 我觉得谭笑登场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对 因为我们陈阳燕现在国内的头衔也很多 然后等级分也更靠前 所以如果按照龙兴的传统来讲 陈阳燕应该是 主将的身份 接近主将的身份 至少应该是副将这个样子 那么这次提前登场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站不上一种安排 因为我印象中 虽然两人交手不多 但我印象中在中韩天元对抗的时候 两国有过一次三番的对战 然后好像是陈阳燕2比1 战胜的那个 这种火胜了 对 所以可能也是出于这个的考虑呢 选择了让陈阳燕 来止住他的连胜 对对对 率先登场 不过那边 韩国那边也据说也很有意思 那么他们说是 如果说江东人没有能够挡住陈阳燕的话呢 要派崔哲瀚 要派崔哲瀚 这个崔哲瀚跟陈阳燕这两个人呢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棋手 他俩真的是冤家对头 对 那曾经一度崔哲瀚对陈阳燕是多少年败了 八年败 然后最近 最近好像陈阳燕对崔哲瀚呢 好像四年败还是五年败了 哦 又还回来了 对对对 差不多慢慢还回来 所以说很有意思 他们两个人呢 当崔哲瀚八年败的时候 他觉得一见到陈阳燕的时候 他就 有点晕了 对就有点颤 但他有一次好像是在一个 采访中是吗 不是 在一个什么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比赛吧 他赢了陈阳燕一盘 就自从那盘起以后 一巴而不合胜 对对陈阳燕就好像不太会下了 所以棋手这个 来讲他们信心真的是很重要 你看其实他们实力差距并不大 对 但是一旦他扳回了以后 他的信心调整过来以后 而那边呢 心态会多多少少有点变化 所以胜负呢 又会产生一个比较细性的一个结果 是啊 你刚才说的是比赛嘛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记者啊 就是在崔哲瀚连败那时候采访 崔哲瀚说你认为中国哪个棋手最强 他说我认为陈阳燕是最强的中国棋手 不过他现在好像已经信心早回来了 所以他这次他说如果说江东润挡不住的话 他叫出马 然后力宝这个韩国棋手呢 能够有两位就顺利的进入那个下一阶段 对所以其实包括今天啊 就是出场的是陈耀燕连江东润自己就是也很意外 说为什么会是陈耀燕 对对对 按照实力和等级分子排名啊 冠军头衔呢 陈耀燕应该是往后 靠后的一个登场的次 对啊所以他连准备的时候嘛 都是准备的是对谭笑的对峙 对对对 看看就是这次啊 咱们中国队突发骑兵也算是 对 看他在是不是他准备会有所不足 因为毕竟陈耀燕和连 那就和谭笑的风格应该还是不太一样吧 嗯那相当的不一样 非常是两个完全都不一样 但是呢最近 呃 谭笑的名人战是输给了陈耀燕 比如说他的名人头衔啊 被中国的天员给夺了 对 所以说呢 呃 陈耀燕的士气更盛一些 可能就是谭笑呢 刚输完这个名战呢 呃 对里面也让他靠后点出场 缓一缓这个呃 受伤的心情 让他把这个状态调整好了 再去下这个龙心碑 对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战略战术 就是先让他缓一缓气势 而且说到谭笑呢 他的他的龙心战的成绩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的骑的特点下的很快 嗯 他非常适合这个龙心战这个赛制 一个小时的骑 嗯 我看龙 谭笑经常对手独秒 他还有将近半个小时呢 他就是他这个速度啊 行骑的速度很适合下这个比赛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 谭笑他之前也下过四连胜 哎 好像还有呃 是不是之前还有一次三连胜 一次四连胜 对对对对吧 我觉得他这个成绩是很好的 对对看来是比较适合 喜欢下快棋 对 因为他下慢棋 他也是用一个多小时 这个等于 时间对于他来讲 就是对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对手来讲 还差的挺多 对那些就开局玩笑的话 就是等于 长时间用时那多出来一个小时 等于谭笑是让你的 他因为他慢起 他两个小时起 他也用一个多小时 那么你一个小时 他当然更适合 所以说 他这个浓心杯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派谭笑稍后出场 嗯 也对啊 也不得就 现在的这个 超迷你中国流 对 然后 今年我们其实我们龙心战的阵容 应该是最强的一个阵容 就零后 然后全部除了谭笑以外 全部都是世界冠军 嗯 所以今年阵容也是很强 因为我觉得 尤其下这种 一个小时的赛制啊 年轻人肯定更具有优势 对 因为每年呢 我们中国确定 龙心杯阵容呢 是通过选拔赛而产生的 如果有世界冠军呢 他是直接免选 今天我们啊 对世界冠军太多 对啊世界冠军有四位 只有谭笑呢 是通过龙心杯选拔 拖延而出的 是 所以我们的阵容 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强 对 二间高架 然后白旗反家 二间高架好像有点久违了 以前就是二间低价流行过 对 然后一间 二间高架好像很少有人下 所以这半期布局上呢 也显得很新颖 嗯 鼓励前两天刚下了 对 二间高架 但这边不是这样的 这边是无油脚 最好是别人看不清我能看得清 对 这其实黑旗大致 呃 两种下法 一种虎 一种粘 啊 虎 以前 我记得李世时 是比较喜欢这么下的 打去粘上 然后 呃 白旗大概粘一个 啊 然后黑旗点一个 这个以前有过 有过实战的对局 嗯 也是差不多吧 对 也是 差不多一个定型 那么实战它是选择 对 选择粘 我觉得粘的这个形战 好像比虎下去 有点呆板 但是就是上面不会被打一下 对 对 这虎呢 更偏向于实力吧 嗯 粘的话更加注重攻击一些 然后白旗这个局面呢 也有顶的以前 最早以前有顶的 顶呢 黑旗大致有 长上和长下 两种下板 嗯 如果你长下 白旗大概跳 黑旗呢 哦 也跳一个 把脚吃掉 对 这得补一个 不补 不补被白旗 煎一个就很不舒服了 对 黑旗的根就没有了 对 而且你 不是太好 不能太好补这个旗型 你 走这儿以后 还有力的味道 就这旗型不好下了 所以说 黑旗大概得补一个 那么白旗呢 再 再跳过来 这也是一个定型 那么将来白旗 这可以跳一下 嗯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上场 大概也像这样 哦 上场也是跳 然后再跳 那白旗的形状 就没那么好了 对 但是这样呢 呃 白旗可能就会 在这一带去 去打入吧 因为打入 你就有个扳过 嗯 这样你要立的话呢 再走 等于你刚才场 那个 嗯 所以 两种下巴都 都有 都有啊 嗯 在这个局面下 我还是选择上场吧 因为走的话 这个局面 这边好像有点 被黑旗 呃 白白 被白旗限制住的感觉 嗯 嗯 这个局面下 大概上场 不过这样 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盘旗 白旗车从这地方 加啊 什么这些进来 好 这盘旗白旗是选择的是 嗯 长这个 然后我在想啊 你刚才呢 就是讲到 陈耀夜的时候 咱们第一盘旗的时候 你说陈耀夜的旗风 现在在慢慢的改变啊 我觉得以前的陈耀夜 是不是就会火一个呢 嗯 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空 比那个时空要好一点 我 你如果 你 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啊 如果你发现陈耀夜 他以前的旗 它是几乎没有加的 哦 他都是手脚的 是吗 所以我说 他现在的旗风 还是有明显的变化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几乎 他的旗里面 他是不会出现家机的 一般你挂他心灭的脚 他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消费 哦 因为如果家机的话 就 对 人家一点脚 对 直接点脚时地 你就被取了 所以他一般都不 连家机都很少下 所以近几年 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对 看来所有的旗手 都是要 经过一段一段的成长过程 对 它是 这盘旗是粘的 粘丝卤 然后长 嗯 这个选择了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那这个既然白旗长了 是不是黑旗就只能断了 没有办法 你不断马上 它就要糊你 糊完这个 刚刚讲的这一间就坚坏 所以 你总不好意思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 那你还不如吃一个 对呢 白旗就长在这儿 比顶这个出头还快了 嗯 但就这样 实地会损一些 这样 其实这个定型呢 就是双方简明的一个定型 双方都看得比较轻 刚才顶出来呢 双方都没把握 嗯 吃一个 拌 不过这个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黑旗 但白旗这个地方有 是不是还有点味道 对 所以它马上就补了 嗯 你要不补它马上就要来 然后马上就搬了 对它搬了一虎 搬了一虎 你要打它就给你打结 嗯 现在它这凸啊撞都是结材 对 上面的白旗太轻 那么你要走这个呢 它虎一下 然后它就不走了 这你以后打它就打结 嗯 那这个脚就已经被掏掉 相当的大 所以 你看黑旗它实际上还是 马上走了 立即就补了 这还是很有必要 但这个局部定型呢 我个人还是喜欢黑旗多一点 觉得黑旗的空 很扎实 嗯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仗着你 这边的配合不是太好 那么如果说 如果是手脚的话 那太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定型呢 白旗一般来讲是不太愿意这么下 现在它就强调你这边呢 啊 这个 布子卖的有点开了 对 这个情绪也没法扩张 嗯 这样呢 以后呢 我后卫呢 以后打进来啊 会 这个后卫会有一定的发挥 不实战 白旗怎么也没打入啊 就手了脚 其实我觉得现在挂进来 利用这个后视来对黑旗的这些子啊 就是拆的比较宽嘛 进行一些算重罚吗 对 这打入我觉得挺好的 嗯 我觉得打入这个或者打入这个都是很好的下方 都是可以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个人的喜好吧 如果你换成别的洗手来讲 打入在这儿也是很正常的第一感 或者你就像陈一铭说的打入在这儿都是 对 实际上这步棋都是很正常的 相反倒是手脚确实 让人感觉有点意外 抽不意料啊 对 因为这边厚嘛 感觉上应该在这边先动手 然后等到棋子完以后 然后再再回来 那么实战呢 这个也是江东润个人的一个感觉吧 那江东润的棋风是不是不是攻击型的 应该反正我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看了几盘棋以后 觉得江东润还是属于一个实地型的一个棋手 还是比较喜欢捞地 喜欢控 对 喜欢控 不过每个棋手好像都挺喜欢控的 那他就是喜欢控的这个程度和陈耀叶比呢 应该来讲他比陈耀叶更横空 更横空一点 因为现在陈耀叶已经不是横空的棋手了 现在也不是说完全90后这些都都横空的 比如说你看 米玉婷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战斗型的棋手 那么十越也是典型的战斗型棋手 包括周越阳 他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棋手 也不说特别喜欢地的一个棋手 对 其实也不是 他们还是风格上 我觉得还是在细微处还是有区别的 只不过这个细微的怎么去了解呢 那么我们一定要 怎么说水平要达到一定程度 可能才能看出他的一个细微的一些变化 否则的话你只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 对无论是你喜欢空还是喜欢攻击 都得是有一个度 不能太过了 太过了都不好 对明显你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十越和米玉婷的战斗 就是很直线的 是直线条 那么周越阳呢 他的战斗呢 你明显就是灵活性的 那么比如鼓励也是灵活性的 这还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好 看看现在呢 这个我感觉白鞋这手机啊 也许有点已经呆痛 他是先看看你这个这么宽的一个形式 你要怎么去补 对 黑鞋比这个 也是一个最大限度的撑住这个下面 那么顺势呢 把这个薄位给加强一下 对 他也没有选择直接补啊 是破张 其实不都说这个形状 其实也还解停好的 一个单弯跳带一个拆 拆到这儿刚好 拆到这儿还有打入 可是这个形状也行 但其实这个效率 其实应该来讲是比较一般的一个效率 你看如果这个地方放两手机的话 你肯定愿意这样 这样肯定会更充分 这样呢 还是有点不容易 速度上还是有点慢 所以一般不是白鞋特别厚的情况下 都不愿意补 因为为什么现在天幕负担还是比较重 所以黑鞋呢 要选择更积极的一些下方 不能说这个不好 只是说他们高手啊 不愿意下这个下这种不充分的鞋 现在鞋都撑得很满 那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白鞋 还不算是特别厚 对 他认为你这地方 我逼住以后马上还要搬你 让你的更加的重复 如果说这地方如果还有个字 黑鞋肯定肯定就手回来 就没有必要再往前撑了 他这个还是多多少少有进攻扩张的一个意思 那白鞋是不是得挂进来了 也没有挂进来 他选择的是在这边打入 对 黑鞋搬 这黑鞋 鞋下的很连贯啊 他就是逼住以后 他已经设想好了一个手法 然后要打了之后长起来 这些很大 那么把自己扩张以后 可以把白鞋的这边的潜力也消掉 然后下一首第一感是真一个 黑鞋会靠出来作战吗 有这个的担心 有这个担心 不过也不能说不行 这个靠段很复杂 我觉得这个形状 白鞋好像也不错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 下哪里都不能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看到啊 黑鞋的这个模样马上就要形成了 不是说通常都是先从上边走 然后再从脚上走 他这个怎么和我学起来有点反着呢 他先在这边走 以后再走的话不就走不着了吗 最好是先这么走 然后等到他走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考验他一下 还是就是走 然后搬你再断什么这些的 然后留一个火角 那我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便宜了 对 你想法肯定是挺好的 但是对手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的如愿 就像你说的 这种他有可能 然后靠着于反击 那现在就是如果走这儿的话 他不太可能补回来是吧 应该来讲 我是个人觉得他可能会靠出来 可能会靠出来 那就是白鞋觉得 就算现在走也有风险 所以他就直接走了 对因为他不敢嘛 他不敢走得那么大 所以他选择走这个 靠一个 我觉得通常呢 我们用这个靠一个 尤其这个不是在无油脚嘛 是在这么大的地儿 那靠一个都是在 黑旗基本上啊 已经三面合围的时候 才会去使用手 现在明显他就走在两面嘛 这边都还没有风口 是 能够这样处理呢 作为黑旗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不满 就是说觉得白旗 好像应该有点不满意 然后他把那个盯住 这是很大的一身旗 脱纤 黑旗在上面拆 白旗拆 做一个交换吧 然后下部棋下得很有意思 走这儿 这部棋确实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下部在这儿也有穿 当时我第一次 第一眼在网上看转播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鼠标点错了 是不是在这儿 然后他有下一手 挺好看的 但是仔细一想呢 他这个地方还是挺挺妙的 就正常呢 它是我们讲这个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出头 这样呢 但是黑旗呢 觉得呢 跳两下以后啊 白旗的头出了太顺畅了 我这边也受了点影响 对 这样一个普通的下法呢 陈阳也觉得呢 不能满意 同样呢 如果你 相不兼冲 也是一个常见的 那黑白旗一样也是 效果呢 跟刚才呢 大同小异 也是这么出头了 总之呢 黑旗觉得呢 这么简单的互相跑出去呢 他觉得不充分 因为这边的后卫啊 得不到发挥了 所以他这步骑的意思是什么呢 走到这儿 先在中央控制你的头 你现在再从中央出头的话 你就很别扭了 嗯 这么走 可能还要担心人家跨断你 对 那我要如果就是补回来 那黑旗的下一手在哪 这就飞住 那我这不是有穿上眼 现在穿的话 他就冲下来 这里一个脱断就变成个恶伤 你看你穿下来以后 你这脱断的以后 自身的眼位啊 就很困难了 这下就变得很很很坏 所以这个穿呢 实际上暂时不敢穿 怎么这样黑的就把白旗啊 也是对 封进去了 嗯 但其实这样白旗也不见得 不能一下白旗可以从这从断 跟他战斗 这样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战斗 对 这样 嗯 贴下来 对 然后白旗什么 尝一下什么 这个战斗还是 也是可行的 但实战呢 可能白旗有点惧怕啊 觉得这边还是有点大 这步骑确实 我觉得还是学了一道啊 这个 至少我是没有这个感觉 这步骑还是挺漂亮的一手吧 对啊 就是考验白旗啊 到底是吃还是出头 因为出头很别扭 你这尖的步调太慢了 所以你看他实战呢 他跳这个 他跳这个 他意思很明确 就是你这地方无论你怎么硬他一个 他都是把这个跳 黑旗就 就下一手就没法封了 对 无论走哪儿 白旗都有突破的口 对 黑旗就没有好的下一手 所以呢 黑旗自然是不能理 那咱靠这个 然后翻 嗯 这就敞了 其实断 断好像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步 不知道这样会怎么样 或敢断的话 白旗大概要打出来 这样是这样 那黑旗也吃 大概煎一个 煎一个 对 因为吃的话 对 你可能还有这个 吃 吃我当主要是没 也不见得 觉得木树亏了 吃我主要 但是冲下来 冲 这形状 这个地方还敢冲下来 嗯 这样你就有力 然后它拐 这样 有把握 地 这样地会很亏 你就吃了这个子 但是你能不能够 攻杀这一块 我本来就 大一是这样 对 这个也挺好的 我觉得白旗这两个 也不好跑 这样反正也是一盘旗 嗯 因为这样跑 白旗是可以跑 但是呢 其实白旗也没吃到 多少实地嘛 因为黑旗虎一下 嗯 白旗也没吃到多少 这也是可 可以选择的 可以参考的一个图 我觉得 那实际上 黑旗的下反 是比较简单的 退一个 那么白旗 白旗挡下来 因为白旗不能长了 长黑的 黑的一段 等于刚才 我靠断的时候 你长了一个 哦 这就 对 这个黑旗就太好处理好了 那白旗还没活 就要逃孤了 对 所以这不敢长 然后再来贴 那黑旗 虎一个 那白旗 扳 在底下做火 局部来讲呢 黑旗还是有点损地 但是呢 黑旗就是强调 你这部旗变恶 对 那现在这个火脚 还是有的吧 有是有啊 但是你看你 那没有这个 黑旗已经堵不住了 是吧 就是 你这两个还是损了 虽然说留了一个火脚 但是这边 你一旦往这边做火 你当时这个拖断 对 就是没走得好 对 所以陈寅刚刚说说 这个直接拖断 感觉很奇怪 这个 你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正确的 对 但是 如果他能走到 他当然肯定会 选择你这个图 但是估计他是担心这个 担心反击 嗯 好 走成这样以后 黑旗 尖冲 好 在这边 尖冲了一跳 对 他这意图就是 快速地把这个 白旗上方的潜力给消掉 因为全局已经没有什么 地方可以下 是吧 打打散 对 双方也没什么潜力 就是 我觉得又要 落到时空上 逼住 然后白旗 可以挡下来 档还是很大的一部棋 还对白旗有搜刮吗 对 本身 这部档 你就算关子的话 拾木旗可能是有的 然后这块旗 以后局部 如果说外头封一个的话 这局部没有完全的活 哪一并 嗯 然后 对 这还有几锅 几锅它可能有段 但是你就这么直接扳 直接眼位都不够 对 就是外头封住的情况下 外头封住 这局部好像活不了 这个挡住的价值还是很厚的 还是很厚的 很厚的 上边 这边上边好像黑旗先走 白旗先走 也 都不大 反正都没有 目数好像也没什么 嗯 然后黑旗 小剑 白旗再跳出来 对黑旗也形成不了太有力的进攻 对 也是 黑旗就一块旗 嗯 黑旗走这个 就下得很撑 通常无有脚的形状都在这 白旗呢 要反击了 这个 黑旗走在这 白旗不反击 确实没有 没有好旗下 嗯 因为你捡这个 他明摆着要靠 那其实黑旗可以先走这 他怕白旗飞 然后一会儿再这 白旗马就要飞 飞这个 嗯 你先走着 你下步再来当安全了 但是他马上要走 这首旗很大 来不及了 嗯 稍纵即逝 但我跳这又不肯啊 对 他又捡就完了 嗯 跳这个 他还不一定要捡 他不理你 你有严厉的下一手吗 也不见得有 哦 你还有可能不硬 所以黑旗肯定是 还想一步到这 嗯 这是 这是最满意的一个图 但走这呢 白旗一定是反击 靠这个 因为不然的话 就没旗下了 你这一间 这一搭 就看着 看着就下去了 那么走这太委屈了 走这黑旗就压住 你的旗行也是不太好 所以白旗实在是反击 这个反击还是 嗯 比较严厉的 对 看着好像黑旗有点过分 因为毕竟 感觉周围啊 都是敌军 对 不敢下的 步子迈那么大 是 实在 他黑旗靠下去了 因为他不敢搬了 搬的话 他担心白旗 顶段 顶段完了 顶段 你如果打出去 他在这一段 好像 看起来黑旗是挺危险的 对 总体上 黑旗挺薄的 啊 白旗指太多了 嗯 但他实在靠这个 这个作战 我觉得也 不一定能成立吧 白旗实在是长了这步 嗯 我觉得他可能 挤一个或许更好 就是这地方是 呃 比较的复杂 啊 但是 呃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说了 这么进行 我只是觉得挤的话 黑旗挺难办的 黑旗 我觉得也得放弃 对于这边 你可能也得先在这边 但你那边怎么走呢 你火就挡住 啊 就挡住了 打不死吧 除非你给我打结 嗯 你就刺一下 然后 但打结 没有合适的劫材啊 那边抓了以后 那半盘差不多就死了 现在没有 没有特别厉害的两手棋 我不知道这样黑旗会 陈阳叶会怎么处理 至少我现在觉得 呃 黑旗挺难办的 挺难办的 我是觉得挺难办的 哦 挤到这儿 对 你不能 不能打这个结 你就大概打一下 那怎么跑 你跑这个怎么办 感觉两边好像 必死一边了 是 被白旗分断了 没什么好招 对 那除此之外 不走这个 那自己跑 肯定也不行 对 自己跑 你这个总要处理 你不能不要了 是 我是觉得这样的话 黑旗是有点点过分的 嗯 当然不知道 陈阳叶会有什么好手 这个要回来问问他 但实战 对手 尝了一个 尝了这儿 其实他 想法也 跟我 跟我刚才挤那个想法 也大同小异 他意思就是说 你这边还是动不了 嗯 那么 还是想让他损这个 对 你还是要靠这个打结 试一下 然后挡上去 打了挡上去打结 但打结还是 全盘没有结 所以好像 可能 江东人认为 这场黑旗 同样是不好办 但这个时候呢 哦 黑旗又巧手 哎 陈阳叶这个地方 拖一个是很漂亮的手段 但也可以把这两块旗连上 如果连上的话 黑旗做活起来 就容易多了 对 至少度过了难关 本来你要被分断 可能这棋要崩了 现在连过 连过去以后 至少这个蹭住了 对不对 他如果 你看 如果在这 你就不可能再拖了 拖它一虎 没有用 对 现在 现在是不一样 现在你不能轻易的 你走这个 它退先走 对 我这边还有断呢 对 这有吃 这有断 对 直接退的话 直接就打死了 这拖起到长气的一个效果 对 正好长一气 就爬了一下 是啊 所以白旗 已经 你要是顶呢 它就立一个 你就要粘 粘啥 是因为我一退 过了 这样黑旗 它至少是蹭住了 它没有被你分断 所以白旗 如果当初 这个走在这儿的话 黑旗怎么办 确实是一个难题 对 黑旗如果两块连不上的话 分别做活 困难太大 对 那力量有点大 所以如果白旗挤 真不知道 陈阳叶会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么说的话 这部旗 还是有过分的嫌疑 喜欢战斗 就是质孤的陈阳叶 可能 如果 确实 两块被分断了 对 也忙不过来了 实在这个 拖确实下来很漂亮 就是 我们经常讲这个下棋 有时候是 不能不能去复盘的 因为 你长的时候 其实江东中人也认为 黑的已经弹了 但是你前提 你要看到人家拖的手段 对吧 不容易发现 只有 你看到这个拖的时候 你才会回想 我挤一个可能 可行 但是这个 围棋是没有 不能让你毁棋的 对啊 你前面的时候 你正是因为 你没有看到对手的 这个手段 他认为这个长更狠啊 这个如果说 你没有拖的手段 他长一个 比刚才那个挤要很多了 我头挺出来了 对 现在没办法了 这边要吃 所以他只能立 只能这样 然后黑棋再拌 拌的时候 我能不能顶 现在顶就不一样 他爬 这样他就给你打结了 这个打结不一样 这个打结你看 那你就有劫财了吗 那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两手机吃这头 或者是穿那个都可以 那刚才我不是也可以 刚才不一样 刚才一旦轰起来 现在你看 你现在消劫人在这 在这 那以后我就还是活的 刚才那一轰那边 就已经全部死光了 对 刚才我这次了一个 然后他把这个拔到这了 好多了 刚才你看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我要吃这个 对 然后挡这个 然后再拌 我吃 那我消劫的时候 我就拔了上头了 就什么都没有 对 刚才是这样消劫 跟前面那个消劫 差的差不多有一手棋 对 反正我这是活的嘛 现在我都死 对 那肯定是差多了 所以那个截呢 白棋就不敢这么下 而且黑棋还可以考虑 先制造一下 都不着急慢慢打 嗯 那这两个虽然都是打截 但是其实呢 打完截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这个时候 你看他还可以考虑 先不打也是可以的 他比如说先 先这地方靠靠你 你这迟早留着一个 所以这样呢 白棋应该是不太敢这么下 那么你要吃 你这么吃就吃得太小 对对 等于说就吃了这两个 对 吃得太小 黑棋也都是活的 嗯 所以实际上它还是沾上了 沾上形状比较正一些 一起配回来 黑棋还是能连上走好的 嗯 然后白棋这步其实是打吃了一个 打吃我觉得也有点缓 嗯 想尖这个 你是很想尖这个 因为这边你要出头 你只能病得出 嗯 你要跳着出来 是嵌着一个袜断的 对 还是就是不能让黑棋太轻松的 就把眼位找好 对 总之我觉得本来 这个地方啊 黑棋这步棋过分啊 白棋其实应该是迎来一个机会 但这个机会没有 没有 抓住往死里 往死里打 就是让对手啊 呃活过来了 这一下 对 现在大吃 大吃 那黑棋就在这边啊 这边他就做活就好 对 他就选择简单的做活 搬一个 他就 还有一家 这做活不成问题 陈阳叶是最散能做活 是 而且现在这个确实眼情挺丰富的 对 现在你看他不仅活了 他还活了六七木鞋 但是挺大的活 然后白棋你看绕一圈 没有吃到明显的东西 这样我觉得黑棋这一战 本来有油过分啊 然后下成这个定型 有黑棋应该是可以买很成功了 很成功 白棋点一个 这边这边然后白棋打入 江中人也急了 那边被你控给破了 就赶紧这边再破一点 他不能满足于简单的 这样活脚 他觉得不满意 他现在就想着 那我这边啊 其实一个已经封锁住了嘛 对 想看看能不能攻这边 既然上边攻击没有收获 那看看这边呢 能不能再寻找一些头 他现在就是这个打入是要不仅要破空 还要攻击黑棋了 对 那其他破空的话 他打了爬是很简单可以破的 但是呢 黑棋可能尝一下你活脚 他拐一下 不见得满意 他可以把这个封锁 中央也会吃很多 所以现在啊 这个活棋追求要更大一点 对 要更积极一点 不然这个实力现在有问题 然后黑棋跳出来 黑棋跳 双柱 双 其实双也很 跟低感是冲的 因为冲就把这个冲段给 给补掉了 但是您刚才不是说 这边如果黑棋一旦有紫 他这个不活吗 对 他可能是没有出于这个考虑 去双这个 但是冲呢 是可以获得马上获得一个先手 你无论怎么补 这个点方 我先可以跳方 所以 我是还是觉得冲这个是挺好的 这样你无论怎么走 我就跳这个方 就行 实际上双这个 落雷厚手 对白棋点了这个方 还是有区别 这个点方 关系到黑棋的整个的死活 眼型 对 那黑棋双到这 对白棋这块棋 又有多大的威慑力 他就憋的以后厚了 就吃你 但是现在自己也是个问题 嗯 你不能专注于吃吃白棋 我局部现在是不是我已经可以点 那他这个火了 团是现在 对对对 局部你没法吃 你得再有一个 你再有一个 就能吃了 但是问题是呢 你现在这块棋也没有处理好 嗯 那这两块转换黑棋也不一定就便宜 那现在黑棋肯定是还得先处理自己那边 嗯 沾上 嗯 这个地方 陈阳夜下的很机敏啊 这个白棋啊 这个白棋啊 其实应该早就把这个给尖掉 尖也没有办法 我这些收器都是先手 对 交换成这样啊 白棋交换成这样就没有事了 这白棋这个应该是总能走得到的 但实在呢 这种东西 就是你觉得稳走得到 你就想保留 那么 现在走不着了吗 你看陈阳夜下的很机敏 啊 他说你这时候完了以后 他现在一跳 我知道了 对这边我有拖过了 对你现在再来挡 他就一路见过 嗯 你再接肯定就更过去了 对 但是你现在要走呢 你走着让我拐打 这白白多出一击 嗯 本来我交换完了以后 我这个团了这个 对这两个都先手 黑棋就没法跳了 现在被白白跳了一下 这一下失误相当大 对白棋的眼型还有损伤呢 反正我白棋可能还有半只眼的意味 对 那现在呢黑棋的眼位增强了 这一下这个失误是相当大的 假设我们白棋如果走成这样 如果能走成这样 黑棋就很难办 因为这两个是先手 你就要补断 那 白棋是顺势走出去 那么黑棋这块棋是不活的 那么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惦记这块棋 这样好像黑棋好像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陈阳燕这棋挺难下的 这边再也跳不着了 这两个是先手 实际上你看他这个 他现在 对陈阳燕机敏的 这跳跳的 这个江东郑估计这个当时觉得很痛苦 本来绝对走得着一个地方 现在走不着了 现在你肩他走这个 这有挤过 你现在杀不掉他 对 现在他只能尖尖这个了 对 尖尖黑的再一跳 黑棋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去 那么痛苦的去做交换 因为局部 你要杀起来就已经挺累的 对 白棋又不肯那么轻易的那么早 开始走单关 因为走单关 你走单关 别人先得的时候得一只眼 肯定不肯 所以实在他飞出来 那就让黑棋去做活 实在那双方的就是妥协了 这个赶快走掉 但现在走已经意义不大了 对吧 你再收掉完 这两下被黑棋不可思议的跳到了 然后走成这样以后 白棋飞 黑棋拐过 这样绕一串 反正 白棋虽然是封住了 但黑棋也整个连回去了 还获得一定的木 其实白棋说来应该也算是有收获 我把这块棋空打掉了 但是我把脚活棋也给卖了 没什么大的便宜 这样没什么大便宜 因为他当初打入 他是为了进攻的 现在其实你看绕了一圈 你就破了我十木棋 但是黑棋连回去 连了五六亩 对 这个脚还变成了黑棋的 那我这个地方也稍微有一点收获 现在这边还需要提防 你看他这个 对他这边已经有先手了 他要断我 是 这一断 那这块死活都成问题 那可能白棋需要补齐了 白棋补了一个 补在这 他补在这其实间接也是补这个的意思 这样确保这两个先手 黑棋活下来 应该让这一战黑棋成功了 本来黑棋有危险 因为如果白棋把这个走掉的话 黑棋 一旦出来的话 这棋就比较酷 那白棋的两块棋啊 想对黑棋的进攻都失败了 就没有获得什么效果 那现在木树上是不是就肯定是 黑棋领先了呢 尖了一个 还是挺 也还是挺接近的 尖一个 让黑棋扳 这个地方 尖一个下来是很漂亮 挡住 然后再打吃 对 沾上 这样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扳着了 对啊 他就有点了 对 这个气紧住了 没办法 只能妥协 断掉 像黑棋木树这个定型还是便宜 把他提掉 连回来 冲了一下 正常的分寸 然后再 滑 现在就开始拼控了 棋应该来一场还是也挺细的 一人拿了两个脚 然后中间大家也都没空 对 不对 不对 没有走自己 是 跳了一下 对 跳了一个 把这个拔了 一起靠出来 然后 斑 长 现在大家都是先 找准游木的地方 下 棋已经进入一个收关的一个灯 虽然说好像看起来棋盘还很大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战斗的地方 这个好像不便宜 这个猴 因为被人家这个扳了 连扳 我还不如不在 他可以跳跳了 他猴完马上就跳了 这个 威胁他这个打结 这个黑棋会补吗 得补 打不过 结肯定打不过 不过不过白棋 你这地方一 这个拐 这个结材 冲结材 太多了 白棋很厚啊 那也没有办法 那就只好 补回去 沾上 对 震了一个头 这就是现实的空啊 肯定是黑的多 但是呢 白棋就是中央有一定的潜力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个 结的可能性 所以白棋呢 有一定的暗幕 还是应该还是挺细的一个 但是在中间 重控都说很难啊 这地方钻一钻钻一钻 看看中间白棋 它到底能有多少数 先要把这个先做活 做活 这边没有连上吗 不是 黑棋要先把这个做活 就弯 不像这一分段 你看就那一字眼 这样没有 他先交换两个 确保这块就活了 然后这边再大胆的 对 卖进来 白棋还要再继续围吗 好 先把这个先手收掉 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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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了一手 他局部得点 你没有完全火 嗯 好 那机器是飞了一下 然后 然后做回去 白棋把这个给贴住了 咦 我怎么发现 你看我这个棋 我这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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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玩这个贴住 贴住 然后黑棋 是挤了一个 好 好 爬了一下 爬这个 然后可以把棋充这个 嗯 这个沈阳叶也是很有个性 他觉得这下面大 这上面他觉得不大 按他正常的思路是这地方去连一个 对吧 或者是 在这一带什么 走一个 爬了一个二路去了 他是不是觉得我这边 他觉得你中央围不上 但是其实好像也挺 有头 也挺吓人的呀 这个中央 啊 一起飞进来 尖了一下 这里团 不然这块没有过 贴 这个口 是不是白棋封不住啊 打 也也难说啊 这棋 我觉得那个爬有问题吧 你看这个头 不好封 那长啊 现在黑棋不敢接 接的一拐 整块要死 接一拐 再一冲进来 或者先团掉 哦 这个连不上了 跟哪边 对啊 连不上你 你一只眼都没有啊 就死了 这个地方会有接不归的可能性吗 没有 因为 你自己是齐紧 刚刚好连回去了 啊 没有接不归啊 对吧 刚刚好你顶个段 你大吃粘上 大吃粘 尖回去 正好回去了 对 正好没有 所以他 他不敢 那这个要被断进去啊 对啊 他早要被断 哦 收气了 对 我顶然后 然后他再断 嗯 然后只能出这个 这个黑棋肯定是亏了 那是 这样看来是肯定亏了 因为被收住了 对 就抢了一个 就抢了这个爬的 关子 这中央你看 就被兜了多少目 嗯 所以黑棋当初 不爬这个 这个还没充 还连回来 十目目以上 你不连这个也行 先从这边飞也可以 先走这个也可以 当初这个口还没堵嘛 这样的黑棋 中央成不了那么大 对 那样可能我觉得黑棋 应该明显是优势的 啊 现在中间怎么突然间 被人家成了这么大一块 对啊 这个成的太大了 这个 提掉 出了一下吧 应该 再打 扎回去 嗯 就成的太大了 对 中央怎么突然间 这个成了快二十目起 那黑棋这个肯定是亏了 嗯 所以还是 关键时候还是彩迷了 当时觉得那个爬是 低杆是应该走中央的 肯定忽略了 白棋的就是这个棋子啊 对 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白棋有好手 这一下损失相当惨重 那个棋 接了一个啊 这接着先手 嗯 然后跳进来 擋住 然后再加住 提了一个 白棋 打住 黑棋又提 再提 两个人这个地方 看来都 都下得很简明 是不是 都觉得自己 都觉得自己形式不错 也不一定 因为 因为这个结 白棋其实还可以纠缠一下 因为我 我觉得好像黑棋 不是白棋结才挺多的吗 因为 我提这些要的断了 如果能够撑住 把黑棋回去 我肯定是便宜的 它直接就简单处理了 可能是觉得赢了 都觉得赢了 这个棋 白棋有优势意 是很正常的 对 因为它把这个 成功给封住了 在快棋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地方 这一站 收获很大 第一反应 肯定就是收兵了 但是一分钟的读秒 它鼠目应该来得及 嗯 估计是落关 没有保留啊 也不一定 没有保留 说不清 我觉得它是应该 在打会结的 这个地方 收兵可能收得早了点 那您平时在对局中 比如说要 嗯 鼠目 然后再下一手棋 要多长时间 那 如果只给您一分钟够用吗 一分钟 那要看什么局面 有些局面是不够用的 有些局面肯定 但是你可以 不停地打僵嘛 然后比如说你 你这盘棋 我觉得好像可以数得清 那比如说你现在 一分钟的情况 你把黑棋这两块空点完了 然后这时候 你再打一僵 你又一分钟 接着点 然后再点白棋 可以这么去判断 嗯 因为围棋的时候 打僵的地方还挺多的 嗯 挤掉了以后 对 白棋是 白棋立了那个 一路立了 立这个 黑棋团 嗯 其实我感觉还是相当的细啊 本来应该肯定是黑棋好 哎 中央我觉得这中央部也是 我肯定是黑棋好 打吃 嗯 沾上 沾 沾 沾 嗯 沾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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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 然后吃这个 嗯 打吃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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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什么劫财啊 白鞋为什么就不打了 白鞋倒是有劫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打 你打这个损木的 对 因为我这个以后 他要补一手 你要打这个的话 其实你没几个劫 你打这个的话 劫财也不多 黑鞋 这个江东正 不对 我打这个不损木啊 以后我还可以打这个嘛 打回来 那 他也对 那你如果看成这样的话 比方说看成这样 你打一个人不损 那损了 对吧 你可能也损一点 你可能损个bump 其实要有的 肯定会遭损一些 对 但就不打了 这个鞋也很奇怪 那莫菲秀是判断赢了 踢掉 然后它沾上 等于反正白鞋好像下的 像是银棋的一个下法 对 不知道它是不是形式 判断上面有了失误 其实这个鞋还是挺紧的 然后搬那个一路吧 搬了 非常紧张 这个棺子 当然也收得很舒服 这个棺子 当然也收得很舒服 走了 然后紧弃 这个有权力 紧完了之后立下来 中间怎么紧了 点了一个 冲进来 冲了一下 挡住 被打浆了 沾上 冲 沾上 一会儿得给大家 点点这个木 提 看看是不是 像江东润判断的这么乐观 但陈阳烨好像看他这样的下法 他可能觉得情绪还比较紧张 没有那么乐观 对 应该来讲 就剩一两步的棺子 沾这个 对 打吃 沾上 现在都是先手一木 最后的修术了 提 这个后手两木 剑合 这两个 这两个是剑合 接 这个 这个 接是什么意思呢 没木了 接也还可以 他做完演以后 在这个地方就不用 它也没什么关系 也不差 走了这一幕 那白棋是不是也占一木 黑棋要破这个了 破这个 让白棋团掉 然后破木 然后再走 然后吃这个 吃这个黑棋 白棋不敢接 白棋 也没有 为什么不接呢 脚上有棋 这个 有点棋可能 做什么 点了 靠进来 点了 靠也没有 那不然有什么棋 这里边的收棋是什么 我是不是铺呢 这边肯定是铺紧了 然后这边 然后拖这个 拖这个 它打吃 它都粘回来了 这边都没棋了 对 你打吃 我就打这个 提呢 提的 没看出来棋 没棋吗 这样的棋 有没有棋 死活题 然后也给大家出到死活题 这个里边 黑仙 到底有什么棋呢 这棋 没看见 出棋 我靠这个 你也是搬这个的 我在 哦 它先靠 它这个 它这个 先不走 然后 然后它就是 这个 先不收这个 对 比如说我不打 然后 它可以点着粘 点着粘上 然后你 你粘这个时候 就可以点这个了 这不是眼 这边我少收你 一气就完了 就是 你看这样 知道了 拖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说 它实际上粘这个嘛 如果你粘这个的话 黑气就可以直接这么来 这么问你一下 你就坏了 你粘 它一点 那里面肯定就要受气了 哦 所以这一打吃 它不敢这样 然后所以它只能粘上这 哇 这辈子便宜了 提 提掉 走 打吃 一提 就到这就没了 那 再提这个结 然后点 哦 对 然后再一提结 就没了 嗯 嗯 这结肯定打不过黑的了 这个因为你看 黑的这有结 中央有结 白气肯定是无条件 败回去了 嗯 这其实 这其实韩国规则 没有打结收后 对 贴六木斑黑气 那感觉应该 提到这儿 最后一手嘛 对 那肯定黑的 黑气 对 白气就没有收完 如果是韩国规则的话 这个结是不是要粘住 然后如果是进行暑期的话 这样粘住 因为韩国规则也是不收单关的嘛 嗯 现在就是这个结合单关了 嗯 七 就是 对 它是这个最后一手 273手 那就黑气中盘胜了 六三 黑气六三 确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点幕还是挺为难聚姐老师的 因为毕竟大家有一些题子 而且在大起盘上点幕 本来可能就会有出名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棋很细 对 我感觉应该是可能是 半步输 半步输 应该让他提的话 中盘胜可能就是这个结打 北京输 输 应该不会输的特别多 嗯 因为现在时间有点紧 这个点幕 呃 可能 对 那咱们就看这个网上的结果吧 就是黑气中盘获胜 嗯 那现在咱们陈耀夜呢 就 止住了江东润的二连胜 对 下一盘呢 是日本棋手挑战陈耀夜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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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